大家好,这一款是由我是研发生产的附氢水杯 接下来为大家做一个关于附氢水的实验 准备工具有以下几项 两个链杯 矿物质水 纯净水 水素饼 PS14G 余率4G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水的状态 两个水 首先我们取一个沉浸水 第二个是我们的矿物质水 第一个实验 测它的护氢含量 这一个是我们水素剂 我们的护氢含量现在是为0 现在我们的护氢含量也是为0 第二个实验测我们的PHSG 先用我们的PHSG 这个实验测 激活 了一杯 20小时 小时 起来 那是不是 对 拿PIRCHES日子表對比 這一杯純淨水 承諾雙線 這杯礦物洗手 承諾點線 首先我們要把我們的礦物質水 還有純淨水 兩個分別電子 這一個 幫純淨水 把礦物質水 這一個 從礦物質水 然後開機 然後開機 開機 好现在开始 并且时间设定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做三个实验 一个是负氢酿 一个贴鸡汁 还有一个是鱼绿 首先我们做一个负氢酿 这个是沉浸酒 再取一个 放全水 我们看他的一个 好现在我们一个矿物质水已经稳定了 这个负氢含链1200多 好现在已经稳定了 这个沉浸给他的含链链900多 第二个实验是我们的一个贴血池 让他变解后的一个贴血池 我们用偏袭式式设计 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矿泉水呈过碱性 这个纯净水 接下来我们做第三个实验 鱼滤 这个是我们电解过后的一个矿物质水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电解过后的一个成绩 先用我们的一个鱼与四季 没有变色说明他没有疑虑 以上三个实验说明我们的一个含氢量高 成弱紧性还有无疑虑 我们的一个鱼与四季